反习反党老登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19号到20号 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会议的公报 我也是从头看了一遍 没看出有什么新的提法 新的说法 还是老调重谈空话套话 然而从会议公报中 还是可以看到中共要在农村开展智力行动 推进什么一风一俗 要大搞风啸经验 以后类似像蹲着吃饭 要罚款的这种荒唐事 会大行其道 农馆也可能卷土重来 中共与农民的冲突将会大大激化 奇怪的是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习近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出席 政治局委员只有副总理刘国中 一个人出席了 因为刘国中负责农业主管农业 主持会议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 一个副总理 一个国务委员 包揽了一场重要的重要工作会议 可见习近平当局对农村工作的轻视和漠视 中共中央一直有一个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是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 当年20多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一个老乡就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里 做高官 他是什么邦市副主任 正司局机 这个人叫刘永范 很巧 他是我们同村的老乡 他后来又调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去了国家林业总局 当动植物保护寺 后来又当什么法律寺的寺长 现在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他跟我聊起中国农村三农的问题 他跟我说了一句实话 他跟我说的什么呢 他说中国农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是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中国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权 土地的所有权说是集体所有 但实际上是中共国家所有 中共所有 农民只是租种者 是电农 如果不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 将来农村是一定会出大乱子的 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共从他造反起 他一直就叫他那个革命是土地革命 大家记得学历史 什么都是土地战争 因为土地才打战争 才搞起义 打土豪分田地 他为了夺取政权 向农民许诺分田分地 把土地分给农民 他在执政以前 建国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 好像让农民支持他 把土地在农村 把耕地分给农民 农民是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的 但是50年代 中共建政以后 中共就把土地又收上来了 开始搞合作化 成立什么生产队人民公社 农民成为农奴 农民就连自己的土地都没有了 都被收上去了 都变成国家所有了 说是集体所有 但是都是国家所有 中共所有 那么这么胡搞了 二三十年以后 农村就一塌糊涂 粮食产量上不去 农民也挨饿 他这种农奴制是绝对行不通的 在现在搞这种什么大帮轰经营 农业土地归国有 农民大帮轰上工 没有承包 没有土地所有权 农民也没有种地的积极性 结果中国农民就爱饿 一直饿了二十多年 中共改革开放以后 主要是从农村开始改革 把土地的承包权给了农民 你可以承包我们中共的土地 就是国家的土地 现在农民都是承包 一包多少年 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没有解决 没有把土地还给农民 五十年代 中共搞了农业合作化 把土地收上来 现在土地还是在中共手里 还是中共所有 集体所有 归中共所有 农民还是不是土地的主人 他们只是承包者 只是电农 租种中共的土地 那么这个事情不解决 根子上的问题不解决 农村的问题 农业的问题 农民的问题 三农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说到刘永范 这是我们老乡 在重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跟我讲的这番话 我们穷枪僻壤 那个村子还出了几个人才 一个是刘永范 当过大官 当过司察 当过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 办公室副主任 还出了一个大学者 也是我们村子里的 这个人叫崔文华 有的读者可能知道他 他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 他原来在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了的 后来因为六四的牵扯 他就离开了广播院 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 他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 叫《权力的祭坛》 我不知道有的人读过没有 他后来又主要参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策划 他拍过一部片子 叫什么《大国崛起》 有的人可能看过 这是崔文华 一个当大官的 一个当大学者的 另外一个人才 就是我 逼人 马上要逼了的人 崔文华 他也当面说过 他说老邓 你这个家伙也是人才 就是怪才 因为你是总是把事情 拉到体制外去解决 翻体制 他们一个体制内的 一个半体制内的 只有我是翻体制 这就是我们村子里出的三个人才 我在上期的节目里 讲到刘鹤挨打 那么昨天 我又收到一些更详细的资料 讲刘鹤是为什么挨打 刘鹤是2019年年初 代表中国政府 代表新民兵 去美国访问 主要是谈贸易争端 当时还是川普的总统 跟川普政府谈 怎么解决贸易争端 刘鹤就决定进口美国的大豆 大家看这段视频 刘鹤我不知道他当时脑子大错哪根弦了 他说是每天进口美国500万吨大豆 每一天都进口500万吨 而上一个年度 就是19年的上一个年度 就是18年 中共总共中国才进口了8000万吨的美国大豆 那么刘鹤答应了 马上要每天进口500万吨 那就是10天就是5000万吨 那一个月那就多少万吨了 1500万吨 全年下来将近20亿吨 这是中国消化不了的 也没有财力支撑这么大一个进口量 但是刘鹤就敢这样答应 他可能是为了尽快平息中美的贸易争端 那么刘鹤回去以后 他就惹事了 他就出事了 那习近平听说这个事根本太荒唐了 你一天进口500万吨 你要干嘛 拜瞎了 看见刘鹤就踹了刘鹤一脚 刘鹤就踹躺去了 这个肋骨也踹断了 此事发生不久 外媒就传出刘鹤的儿子叫刘天然 他掌控着一支基金 叫什么天一基金 天一投资基金 说这支基金 管理着差不多几千亿美金 跟美国华尔街这些大老门 也沟通非常紧密 那个意思 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敲打刘鹤 甚至要查办刘鹤 你理通外国 儿子在那搞一个基金 跟华尔街一起赚钱 赚中国的钱 就放这个风 这个风显然是中共放出来的 为查办刘鹤做舆论上的准备 据说后来有人替刘鹤讲情 好像这个情是王岐山给讲的 习近平就没有查办刘鹤 这个事就算拖到现在 那么刘鹤这次又参与反习主帅刘元的反习活动 那么习近平就把这个事情又提起来了 习近平这次骂刘鹤 又准备通过刘鹤耳朵这个事情要收拾刘鹤 刘鹤也声称说他儿子刘天然已经退出了天一基金 他还说他跟他儿子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 根本就没有来往 他跟他儿子也没什么关系 但这个话习近平也不信 如果是刘鹤出什么事 他儿子天一基金最后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要我们拭目以待吧 刘鹤会不会出事 在上期节目中我还讲了习近平除了打骂刘鹤 还打过王沪宁丁学强等人 习近平打王沪宁是因为王沪宁在二十大前曾经动摇过 他频频与李克强接触要参与反习 被习近平发现后 习近平的猛抽王沪宁耳光 比王沪宁写鬼伙书 王沪宁不得不屈服 至于丁学强被打 是因为丁学强在担任中办主任期间 办事不立工作不信 所以是被打被骂最多的 至于王小洪则经常被打 完全复制了薄熙来与王立军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 爆料消息说中南海流行一句话 这句话叫什么 叫不怕挨打 只怕挨不着打 那意思就说 能被习近平打的都是习的自己人 一般圈子外的人 你想挨打你挨不上 这句话挺好玩 不怕挨打 怕挨不着打 被老大打 都是老大的自己人 就像有一天 如果你们听到 说老邓被习近平习总打了 打的什么鼻青脸肿 无耳青了 你们不用难过 你们应该替我高兴 那就是我回国投共当大官了 起码得是正顾及 那得是习近平的进尘 才能被习近平打 有那一天那就太美了 就像快本书名段 街行车里说的 升官发财 坐汽车 外带娶个小老婆 活活美子 习近平出生于红色权贵家庭 从小优越感就爆棚 又经历了无法无天的文革时代 还当过需要暴力手段 管理农民的村党这部书记 这些特殊的经历 都注定了习对暴力的尊崇 习自己就公开说过 他最崇拜的是电影教父里的黑老大 维托科良 可见他的三观 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登上中共的最高权力宝座之后 他的本性更加暴露 加之遗传性的精神疾病 使他的性情更加狂暴 把打骂下属当成家常便饭 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领导方式 或者说工作方式 尽管奴才们一开始觉得很受用 可时间已久 受伤害者难免会有逆反心理 最后会图谋反抗 谁总爱打 谁也不开心 大家都知道民国的时候 有个大军阀叫冯玉祥 有名的岛戈将军 经常叛变来为岛戈 他就经常用马鞭 军队的马鞭抽打 下属他 高级将领 说打就打 如果不在他身边 在电话里 他也经常骂他那些将领 要求他那些将领 在电话里让对方立即下跪 你接电话 你现在也得跪在那儿 听我这个电话 非常慌唐 最后那些将领都背叛他了 像什么张资忠 有名的抗日英雄 像什么孙元良 孙廉仲 韩福举 最后都离开他了 都捅到老蒋那边去了 众叛亲离 成为孤家寡人 还有薄熙来 跟习近平差不多 都是红二代 对下属也非打击霸 打王立军 对王立军 将对待家奴役 最后因为 谷开来杀人的事情 薄熙来 再次打王立军 王立军一气之下 决心叛逃 王立军还化妆成女人 因为他被监控 化妆成女人 抹口红 戴假兔套 穿连衣裙 高跟鞋 挂着小昆猫 一路向西 一路火线 奔了西北 进了美国大使馆 抵蛋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薄熙来庭审的节目没有 就审判薄熙来的电视节目 我是看了 王立军讲薄熙来怎么打他 薄熙来最后还在那辩解 薄熙来说 王立军 我来问你 我又不是什么武术大师 我又没练过什么铁沙掌内功 我就那么轻轻打你一下 怎么就把你打成这样打坏了 王立军坐在轮椅上气呼呼的说 反正你打完我 我耳朵就听不见了 那意思就是 把他耳朵什么耳膜给打坏了 还是怎么听不见了 我曾经设想 现在薄熙来跟王立军都关在秦城监狱 如果这两位在秦城见了面 他们应该说些什么 薄熙来会向王立军道歉吗 我不该打你 王立军也说都怪小弟不好 大哥打我就打了 我也不该叛逃 两个人在相拥痛哭 真是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中共的历届领导人里 没有谁像习近平这样动手打人的 毛泽东是整人大师 他要整谁 轻则内部批斗 像70年代他发动政治局批中文来 把中文来批的什么也不是折磨的 重则就是打倒 发动群众搞个斗争大会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再成立专案组迫害致死 等到了邓小平这里邓是不怒自威 他也用不着动粗 亲手就是邓小平就打谁 那用不着 大家可能知道陈永贵这个人 当过国务院副总理文革的时候 他山西西洋大寨的党州书记 一个老农民包着头巾 竟然就能当副总理 有名的农民宰相 粉丝四众帮以后 陈永贵发现邓小平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什么反对毛主席了 是因为陈永贵那个人走得不得了 那是毛泽东的这个宗室信徒 陈永贵就回忆 说他有一次证据开会开完了 他就拉住邓小平 不让邓小平走 要给邓小平讲理 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邓小平的不怒自威就显示出来了 邓小平就很严厉的告诉陈永贵 跟他说 永贵同志 现在你的问题呢 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如果你再这样闹 你的问题就是抵我矛盾了 那就要用法律来解决了 说完呢 邓小平夹着他那公文包转身去走 那陈永贵他也不傻 他也听出这话什么意思 那法律解决 敌我矛盾 那就要跟孙王一样了 那就要抓人了 那陈永贵就马上就辞职了 那就平安落地 回去养老了 到了江湖时代 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 这两位都是读书人 他们受过真正的高等教育 他们工作方法也不会那么简单粗暴 更不会打人了 只有到了习近平这里 到习近平这个混蛋这里 才开始打人骂人 甚至大开杀戒 前不久暗杀了政敌李克强 他的手段之恶毒 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了 报料渠道在给我的信息中说 老习重判亲离是事实 但是维系表面的和谐 纯属给外界看 如果复国级频频出事 大家一定知道 老习的精神疾病 严重到了失控的程度 李克强这事处理的太愚蠢了 绕开党内程序 开了杀戒 无形中引发党内高层的极度恐惧 为了自保平安 大家一定会联手反击 这样2024年 很多无法预测的灾难 或是针对老习的暗杀 也不可避免 就像习在上层越过法治 打击一己 下面人效仿一样 搞得全国冤狱 现在是习在上面搞暗杀失踪 底下的酷吏 也就敢放开干了 比如汤小鹤的离奇死亡 就是恐怖的开始 对于2024年 也就是明年 习近平可能为党内的政敌 联手干掉 这个预测 跟台湾的智库分析完全一致 2023年即将过去 这一年中国经济急速下滑 高层斗争暗流涌动 在未来的2024年 中国会有怎样的黑天鹅飞出来呢 专家分析认为 至少有四大领域会出黑天鹅 黑天鹅理论是指极不可能发生 实际上却又会发生的事件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研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先生分析 中共明年可能出现四大黑天鹅事件 有可能还更多 第一个是经济问题恶化 形成恶性循环 因为目前习近平的坏名声和他的小圈子 把中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给逐渐的脱钩了 尽管中共说不会脱钩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包括反间谍法等令外资撤离中国大陆 国内失业率飙高 结构上出现困难 中共的退休金和房地产问题 都会变成一个连环的爆点 第二个黑天鹅是地缘冲突 2023年中共与美欧关系恶化 越来越公开化 印太地缘冲突持续 中共落在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的暴力圈里 苏先生表示 尽管北京想改善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改善经济往来的姿态 但这些都只是皮毛而已 骨子里澳洲还是坚持反华的 日本更感受到中共的地缘战略扩张 终究会影响日本的海上生命线的安全 明年韩国跟日本与美国会站得更紧密 中共跟菲律宾的状况持续恶化 甚至到了战争引爆点 这都是中共的军事扩张主义造成的 菲律宾现在还想组建多国的联合巡逻部队 来抑制中共在南海的军事行为 在整个地缘政治上面 以变成海上的长城来包围中共 中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北京在明年可能会面对的地缘政治上的黑天鹅了 第三个黑天鹅是中共的内斗也是个黑天鹅 今年两个内阁部长 秦刚和李尚福落马 国防部长到现在还没补上去 在明年三月的两会期间 会不会同时补上去 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但补上去 习就要面对一个选择 黑天鹅是用自己小圈子的人 还是用非习近平嫡系的人 习近平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合理推估 他还会坚持用自己小圈子的人去补这个部长 但这样又会让内部的不同派系陷入另外一种不满 这个部长空缺了这么久 竟然补不上去 就反映出的内部确实出了大问题 第四个黑天鹅是中国的疫情也可能演变成黑天鹅 尽管中共官方掩盖新冠疫情大爆发 但网上信息显示 中国仍然处于就诊高峰期 医院人满未患 只是官方没有强调新冠之名而已 由于中共政权缺乏透明度 长期存在着欺上瞒下 报喜不报忧的状况 在特定的情况下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如果明年这些传染病无法控制 又会加剧前面所说的几个领域问题的恶化 连带造成社会和政治的不稳 对于习近平的健康状况 外界早有很多议论 虽然无法预判他会否在2024年出世 但中共系统性的问题 正在加大习近平的工作负担 他的无能和解决策错误造成的经济倒退 这些黑天鹅灰犀牛都是他搞出来的 如果真的无法收拾 会对他的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 产生负面效果 12月26号是毛泽东诞辰135年 中共可能要举行一些很大型的纪念活动 现在毛主席纪念堂也关闭了 很可能习近平和中央常委要去毛主席纪念堂 又去祭拜死尸 中共当局一边在大唱改革开放的高调 极力畅想什么中国经济光维论 一边祭拜专制魔头毛泽东 这种精神分裂式的骚操作 只能让老百姓更加认清 习近平的极左最烈 又到欢乐环节 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 第一个好玩的就是今天户指开盘跌破2900点 早盘低开 跌破2900点 爆2892.02点 跌幅0.35% 这条消息我们放在欢乐环节里了 真是有点不太合适 就说明股市在跌 唱衰中国经济 还有美食博主王刚 曾经因为一段蛋炒饭的教程视频 遭到小粉红围攻公开道歉 最近他又因为杀了一头200斤的大飞猪 再次引来网民的饭车评论 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故意的 他故意说我们杀了一头200多斤的大飞猪 是不是又得道歉 200多斤的大飞猪 那是谁呀 还有这个 广西桂岗爱尔眼科医院的医生冯某某 在手术台上 用拳头猛击患者头部 引发网友关注 这个冯某某还是眼科医院的院长 这个病人是一个82岁的老头 做白内障手术 可能是麻药打得不对劲吧 他就感觉到疼 在那嚷嚷 这个医生当场就拳击他的头部 还造成他右眼失明 麻药不足 用拳击来代替 这中国的医生我是真服了 这在国外你得赔人家多少钱 中国医生就敢这样做 还有中国政府公布什么年度代表字 年度汉字 国内的代表汉字是镇 镇兴的镇 国外是危险的危险 中共就敢这样搞 这两个年度汉字 受到网友的一致嘲笑 有网友说 镇应该解释作A股 萎靡不振 镇的心慌 还有网友说 年度代表字应该是跌 就是暴跌的跌 因为今年经济跌 房价跌 股市跌 人心也跌了 中国的社保基金 今年炒股 亏了1300多亿 中共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说责任全在美国 大家看这段视频 不大事了 咱们的社保竟然被美国给收割了 去年罕见出现了超千亿投资亏损 相当于是14亿人 每人亏了近100块钱 到底怎么回事呢 社保会不会把我们的养老钱都给亏光呢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在近日 社保公布了2022年的运作报告 其中有一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 那就是去年社保基金的投资亏损 竟然高达1380亿 亏损幅度是5.07% 要知道社保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 关系着亿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所以说这里面的钱是万万不能够亏的 然而就在去年社保投资亏损 高达千亿 这要放在历史上 那都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亏损呢 其实幕后黑手就是美国 大家不要觉得诧异 因为回顾过去22年 社保投资亏损也就只有两次 一次是2008年 当时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 导致A股从6000点跌到了1600多点 另一次呢 它是2018年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 A股从3500点跌到了2400点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社保两次投资亏损的原因 都跟美国有关 而这一次同样也是这样 去年美国为了收割全球 美联储疯狂加息 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巨震 A股呢 也从3700点跌到了2800点附近 所以社保难免出现投资亏损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我们下线会订阅 我们下线会儿 我们下线会儿